早安早安 今天是我们来明清的第三天 我跟Dato还有我们的钟长一起出来逛街 中国还可以这样子为自己打广告 拿个牌子介绍自己 自己是做什么的 如果有人需要到你的话 就会叫你过来帮我修房子 我就看到这个街上 还是大部分的都是电动车 你看当地人的找市的卖菜的路边摊 然后看到一条小巷 这小巷我就一直走进去看 这不是我爱吃的小龙虾吗 我爱吃 我知道这个小龙虾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中国的朋友介绍的 当时我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 这个会碰水的东西好像一直在欢迎我 看到我一直碰水一直碰水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能吃吗 这里的人呢就当主 如果你要买任何的东西都是支付宝付钱的 如果我们要买什么 其实我们是换了现金来的 那你拿现金跟他们买的时候 有些摊贩还没钱找给你呢 哈哈哈哈 所以来这里呢 你们尽量的用这个支付宝或者是这个Dash & Go 这个路边卖豆奶的 我也买到那边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卖包子的档口 哇它的包子好特别哦 跟我们的古今比起来 这里的好像好吃很多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些包子 买豆奶买了一些饼 在路上一边走一边逛一边吃 大家都知道我爱吃嘛 所以这几年我的身材就好像股票这样往上掉了 我的天哪 这辆奔驰的应该是有钱人 你看他们这种电动车 还有一个屋顶 这种帆布的屋顶 你看这个小姐姐还用这种挑担子 这个就是我买的饼 哇我跟你讲这个 可好吃了 它的味道就是一种葱香味 然后呢在我们古今就吃不到这种 又香又浓浓芝麻的味道 诶这个摄影师是谁啊 把我拍的这么胖 开什么玩笑 哇当我吃这个的时候 真的是想着一口接一口 不会停的啊 你看这些路边 就拖着一辆三轮车 然后再就在路边卖起了这个猪肉 摆起荡了 还有卖水果的 诶其实我蛮欣赏他们的电动车 有个这个帆布的屋顶 你看我们有多少 叫走一圈 那里肯定又有好吃的了 还是忍不住光了两眼 哇这个烧鸡好像很好吃 颜色又漂亮 颜色又漂亮 你看你看 它好像在跟我着手呢 忍不住了 就是真忍不住了 马上叫一只来 一只28块人民币 还好吧 也不太贵 如果它好吃 什么都值得了 所以我就跟这个老板娘买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电动 电动车老年电动车 哎哟多方便 哇那个小鸭 可爱吗 可爱吗 哎哟 然后走进这间零食店 买了一堆零食 给我的这个 我家里的小宝贝 对啊 我的充电器不能用 所以我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充电器 很便宜才35块钱 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这个像我拍的时候当地 哇这个电动车可好用啊 还有修表的 如果有一辆这样的三轮车 在我们古境给我上班用 可好用啊 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的话 一年可以省多少的这个油钱 原来他们每个市场都有一个公平秤 这个uncle帅不帅啊 哎哟 好了 现在我们马上到第一个地点 今天我们要走了这个是虎丘山 听说他的这个格有1200多格 所以我们接受挑战 三十几个人就浩浩荡荡的往上走 然后呢 我父亲就一直跟在我后面 我就在想 我在怎么样啊 我怎么 我只能够输给前面那三个 那个 那个年轻人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步一步 慢慢的往上走 慢慢的往上走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有六个亭 这个虎丘山有六个亭 也就是抑郁着这边有六个 胡丘 有六个孩子 所以代表着他们 所以我们就一路慢慢的走 上上跟卡比达一起 慢慢的聊 慢慢的走 然后呢 陪着我父亲 然后我就走在前面 然后不要让他离开我太远 然后走着走着 我就一直就慢慢的休息 到最后 我到了胡丘的这个 这个快要到这个胡丘的时候 每个亭差不多 我都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呢 顺便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 你知道吗 到最后 我好不容易走上来之后 走到 啊 已经快喘不上气了 哇 第五名啊 第四名啊 哦一哈 前面有三个年轻人 然后你过五 你们哈乖 哈哈 你知道吗 让我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就是我父亲竟然走第一名 我还走第五名 我去 最后等到所有的亲戚都上来 我们祭奠完我们的祖先 就跟大家一起合照一下 我们现在就往下山走 说实话 这个往下山走呢 这个脚呢 我不敢告诉别人 我的脚一直在发动 好酸 好痛啊 我的脚 呵呵呵呵 哎 你看到了吗 谁烧山谁坐牢啊 哎呀 这个挺好的 保护森林 人人有责 终于走上手下山之后 我母亲在这里等我咯 美女在这里等我咯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吃饭的时候 然后一直那个凳子 这里坐上去 我脚一直在抖 然后过后 哎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这个 这个蛇 这个盘碗都有消毒的 然后再吃一下我们的 这个好料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早上的行程 问我好吃吗 真的好吃 很合我口味 福州嘛 毕竟我也是来 福州人 所以吃得惯这里的食物 再跟大家喝几杯 庆祝一下 我们走完了